双十廉价接近尾声 白货公司里的人潮依然是熙熙攘攘 手上拿着真心五倍券 排队人容几乎看不到镜头 大家都在抢着将五倍券放大再放大 兑换成面额更大的白货礼券 因为家里刚好就是有需要的用品 在白货公司可以购买 那想说现在这个活动很优惠 所以就直接来这边兑换 然后就是促销这样子 配合中央的真心券政策 高雄有许多白货业者都祭出超杀优惠 在发放的第一个周末 就可以看到白货公司人几人的景象 而高雄市政府更是加码再送高雄券 业者们脑筋动得更快 推出一连串的换购方案 我总共拿了五千块 然后换七千块 那等一下想要再去兑换高雄券的部分 因为我使用的柜位 他说也可以使用 那我就直接在柜位一起就做折地这样子 觉得蛮优惠的 对 正值中年轻的白货业者 在高雄券的加码效应下 带动整体业绩两位处成长 活动一开跑就开出红攀 期盼接下来的锡客效应 能够持续发烧 实际将消费落在高雄 记者邱建讯凌驾翼高雄报道